白神围起坠機殘骸 家屬現場撐起雨傘 法師在現場進行招呼儀式 看見台灣紀錄片導演 齊柏林空拍失事 齊柏林兒子一聽聞惡號 立刻從國外搭機 趕回台灣奔丧 忍痛指認遺體 祭拜父親林衛 天人永隔的悲痛 讓祈禱兒子一度在花蓮殯儀館外 扶牆崩潰痛哭 肝腸寸斷 僅有一旁地上衛生紙 場面讓人鼻酸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噩耗 齊柏林家屬強忍悲傷 在殯儀館外處理祈禱後事 齊柏林岳母第一時間 更是淚水潰蹄 受訪時不斷強調 直說齊柏林很孝順 都很好 他是一個很孝順的 很孝順的女性 比多子還孝順的 而祈禱就算罹難 心中仍放不下肩上背負的使命感 就連法師都說 或許是祈禱責任心太重 因為拔杯拔了五次才獲准 祈禱演的招魂的部分 是有比較久一點點 可能是覺得他的工作沒有完成 所以有大概五隻腳 指了大概五次到六次了 感念祈禱對台灣的貢獻 華林縣政府協助家屬辦理後事 國防部12號也將以軍機西130 專機載運三具遺體 以及26位家屬回到台北 送祈禱最後一程 記者綜合報導